她会不会打扰她的?不会吗?你们说会不会? 不会打扰她是不是? 好,那我就阿子去听你们的,我就去 阿子都说过了,我不管做什么都提叔叔阿姨哥姐姐们的意见 你们说去打就打,我再去找我妹妹见一下 然后她不愿意借给我的话,我就刮播了 我就刮播了,就用我自己的打,好不好 我就给她打电话,阿子就不跟你们聊了嘛 我就给阿伟给她打电话嘛 好的,我现在去找我妹妹见一下嘛 谢谢点赞,谢谢点赞,谢谢叔叔阿姨哥姐妹的点赞 谢谢你们的点赞啊,谢谢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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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什么阿姨 你手机在真的借给我用一下吗 借什么借我手机没电啊 借给我用一下嘛好不好 哼,不行借给你用 你就借给我用一下我就等一会好不好嘛 你怎么借给你用啊 我每天带你去买好吃的 你今天阿伯跟没来 我带你去买好吃的好不好,每天 我带你去买好吃的好不好,每天 姐妹还没有给阿姨点点赞的就给阿姨点赞的就给阿姨点赞 还没有给阿姨加入粉丝团的支持阿姨的就给阿姨加入个粉丝团 你去,你去听我的借给我用一下,我每天就给你买好吃的 好不好 可不可以 好不好嘛 不行 不行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真的是 真的是 那那你说你说你 你让我怎么样了你才把手机借给我 啊 你让我怎么样了你才把手机借给我你说 哼 你说嘛 就是不想借给你 不是 你说嘛,你快点快点 我就是不想借给你 我都说好几遍呢 不是,你要让我答应你什么你就借给我你说 我凭什么给你用 不是用,我就是打一下电话 你打什么电话嘛 你阿伟哥都去外面潇洒了 就给阿伟哥打个电话 你阿伟哥都去潇洒了,你在这里潇洒 你在这里说什么啊 人家都有女朋友了,你还在这里叽叽哇哇的 要是你人家女朋友早上没来怎么办 你说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她有没有女朋友啊 哼 快点 你说那你说你说我答应你什么 你就把手机借给我 是 啊 你说嘛 你说个条件嘛 我就 我不说条件啊 反正你也没有钱 没有阿伟哥你就是没钱 而且我也不想吃东西 我都已经吃穿了 我要解肥了 哼 我们可以带你去打游戏 不需要 我们提上你去找你朋友玩 我又不是一个长生小孩 我不需要这些 那你要怎么样 我不需要怎么样 就是不想给 我不想让你给阿伟 打电话 来说帅哥姐吗 还没有给阿子加入个粉丝团呢 就给阿子加入粉丝团 不行的话 我们就刮播打吧 刮播了吧 对不对 我们就刮播了给阿伟哥打电话吧 要不然他都不愿意借给我们了 太难了 我这个妹妹 不是我太难了 我只是不想让你受伤害 知道不 我们也不知道阿伟 他有没有老婆 对不对 虽然他嘴巴上是这么说 但是谁知道 你又没有去过他家 要是大晚上来给他 打电话 他的老婆早上没来怎么办 对不对 要是他真的有男朋友 真的有女朋友的话 他打电话 就是大晚上打电话 我姐姐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女朋友 就早上没来怎么办 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你们说 阿姨莫说对不对 阿姨莫说的对的话 你们就在谷皮上 可以好不好 要说说阿姨哥哥姐们 有没有觉得阿姨莫说的对的 反正我是为了他 我才这样子做的 不然我谁会 谁会那样子做 拉费口舌 真的是 不对不对 你老是说 有老婆有女朋友的一点都不对 你看嘛 是说阿姨哥哥姐们 你看嘛 我姐姐就是喜欢阿姨 所以她是这样子的 对你看 不对不对 说阿姨哥姐们说不对 不对就好 不对就好 那我走了 你把手机给我嘛 我不给你 不要碰我 我为了你好 我为了你好 我才这样子做你 你为我好 那你就把手机给我 给阿姨哥打一下嘛 我为了你好 我才不把手机给你了 知道不 人家老婆 早上没了你能当得起吗 你当得起吗 人家没有老婆 人家没有老婆 你真是喜欢阿姨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你就没有想过这些吗 你去过她家吗 你就真的了解过她吗 你说了没有老婆 没有老婆 你觉得阿姨哥会骗我们吗 我感觉阿姨哥就是骗你的 他不会骗我们的 他就是骗你的 他就是骗你的 男生帅哥姐们还没有给阿姨点点 再来就给阿姨点点 快点 饺子 快点 借给我 你们拿 快点嘛 快点 我不给你 你要怎么样才给我呢 你说了一百倍也没有 一千倍也没有 哎 借一下 你告诉叔叔阿姨哥姐们都说了 你把你的手机借给我一下 你能不能 你不提我的 那你去提叔叔阿姨哥姐们的 好不好 不行 你去提他们的 快来 不行 哎呀 算了算了 算了 你以后不要什么事都找我 我跟你说 什么事都找你 我都18、19岁了 我凭什么还要找你 那你以后去外面玩 你不要老是来 给我钱 给我钱的来找我 我凭什么不能来找你 那你干嘛每次出去玩都来找我要钱 那你现在为什么 借我手机 又像你为什么不愿意见像 来嘛来嘛 反正你也不知道 密码呢 密码呢 你用啊 密码我不知道 自己猜 你猜得出来 我就给你用 你猜不出来 我就不给你用 可以吗 快点 可以 你生日 不是 你生日是不是 不是 你随便点嘛 我看你能 你生日也不是 那 是什么吗 你快点说快点说 我说 快点说 快点 快点啊 有可能阿伟是来骗我姐姐的 你不要这样说 这样说不好 真的是 你老是说一下阿伟哥来骗我骗我 骗我什么吗 我没有什么好骗的 他就是被阿伟哥给灌了迷惑他 他才这样子的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你们不要这么主动好不好 你就是喜欢他 你也不能这么 谢谢叔叔阿姨的点赞 谢谢你们的点赞 我跟你讲 你不要讲了 来你说直接给我用一下 我就要跟你讲 我跟你好好说 你不要讲了 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快点 你喜欢阿伟 你也没必要这么 你也没必要这么 拿来拿来 他就是太主动了 比一个男 比那个 跟一个男的 还要主动叔叔爱哥哥姐妹 他有一次笑笑咪咪的 是个时候 他是喜欢阿伟哥的 他刚才还说他不喜欢阿伟哥的 叔叔爱哥哥姐妹 哎呀不要这样说 真的是 他就是喜欢阿伟哥的叔叔爱哥哥姐妹 快姐妹嘛快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快姐妹嘛快点 对不要被别人骗了 到时候会回来还来不及呢 我真的是为了他好 对吧叔叔爱哥哥姐妹 他不能这么主动的对不对 那个阿伟解密嘛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说 那个阿伟给 不给他打电话 他就给阿伟打电话 他什么声嘛 快点解电话 不是因为我怕阿伟哥 他有什么事了知道吗 快点解密嘛 解出来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谢谢叔叔叔姐妹的 点赞来 还没有给阿子 点点赞给阿子 阿伟给阿子 加入粉丝团的 他就是太主动了知道吧 快点解密嘛 他喜欢阿伟 然后 你们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吗 你们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吗 叔叔爱哥姐妹 你不要这样子了 真的是你不接就不接 你反省还这样那样的 说干嘛你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谢谢叔叔爱哥姐妹 然后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 谢谢 还没有给阿子加入粉丝团 就给阿子加入个粉丝团吧 谢谢 叔叔爱哥姐妹 你们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吗 没有 因为我要借手机 就是给阿伟哥打电话 没有他就是喜欢阿伟 然后 我不给他点电话 然后 你们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才 就是他不给你回消息啊 不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知道这些 你就回想 你怎么知道这些 你是不是有 你怎么知道这些 你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还那么小你就懂这些 我就懂这些了 怎么了 我跟你们讲 有一次他确实明明的跟我说话 他说 什么话 他喜欢 他喜欢阿伟 你不要这样子说话 你知道什么喜欢 不想说都说了阿伟哥 我们是兄妹你 烦死了你真的是 你不接就不接 你还说这样那样的 说一大堆 叔叔爱哥哥姐妹 我说都是对的 你看叔叔爱哥怎么说 本来是 本来是学家担心阿伟哥 在 我想到了 叔叔爱哥哥姐妹 而你呢 一直在这里说 一直在这里说 说的 叔叔爱哥哥哥都生气了 你看 叔叔爱哥哥姐妹 我知道了一些事情 我才笑 你看到了没有 我刚才 他之前跟我说 那些事情我太可笑了 我现在叔叔爱哥 节目都生气了 你们想不想知道 我姐姐跟我说的 那些话也 叔叔爱哥哥节目 反正我都是知道的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来叔叔爱哥姐妹 还没有给阿子点这个粉丝团 那就我们点击这个粉丝团 我们就不跟 不跟我妹妹在这里玩了 不跟她玩了 搞得他现在说的 我都怎么还好意思 给阿伟哥打电话吗 他都这样跟你们说 我怎么好意思 给他打电话吗 他说你们要相信阿姨默是对的 他说过的 我是有点担心阿伟哥 所以准备给他打电话 但是他说是我 而且你们说是我 我怎么怎么样 所以就给阿伟哥打电话 对不对 那我怎么 我怎么好意思打吗 对不对 你们说我主动 你要是担心他的话 你又不是就下波 跟他打呀 那你干嘛要说 我主动怎么怎么 那跟本来就没有那种事 你干嘛要这样说吗 嗯 本来就有那种事 你还这样子说 真的是 我是知道一些事情 我在这样子说 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 我知道呀 你不是有一次偷偷摸摸摸的跟我说吗 偷偷摸跟你说什么 你说一下说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哎呀真的是 你不要以为你这样说 你的把笔都在我手上的你以为 什么把笔 我有什么把笔 我长这么大 你从来没有把笔过 不像你我跟你说 不像你从小 又搞这些事 搞那些事一大堆事情 我跟你讲 你那些事情我都知道 你不要这样 我有什么 我能有什么事 你们傻不傻听 傻听的话 我这次就说出来了 你说嘛 你说嘛 我说了什么 你笑死我了 他那些事情真的是 我说了什么 太搞笑了 帅哥哥姐姐们 真的是 我没有说什么 你觉得你有话说出来吗 我跟你们讲 但是现在阿伟都跑了 他还怎么喜欢呀 我操 你不要说我操我操我操 现在点赞 谢谢点赞 谢谢 阿伟都已经跑了 打个电话 阿伟都已经跑了 知道我说帅哥哥姐妹 他走了 他走的时候也不打个电话 真的是 真的是 你还这样子这么主动 这样吧 书摔哥姐妹 我跟你讲 女的不能这么主动 我们就这样吧 还没有给阿子电 再去给阿子电 然后还没有给阿子 关注的就关注一下 还没有给阿子加入粉丝团 就给阿子加入粉丝团 你要是主动的话 然后我们就下播给 我就下播了 打不打电话这个的话 如果阿伟哥他真的不想来了的话 就是不是我打电话什么的也没什么 然后我跟阿伟哥又没什么 什么什么又不是男女朋友 又不是什么对不对 我只是阿伟哥他一直帮我们 一直帮助我 一直帮我 现在就他帮我太多了 然后他突然就 我怕他这样子走了 就有点我的心里会过不去 知道吧 所以就没事 我跟你说 你不要这么主动 你这么主动的话 你输得愿 然后我们就那个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刮播了 我就打不打电话 就那个就 等下我刮播了 我自己看嘛 就不打就不打了 打就打都 应该打一 现在他应该睡觉了 睡觉了就不好 打得到他就不好了 他已经回家了 是不是 对应该是回家了 或者有什么事吧 就不打电话了 我们就刮播了 这我是知道的 他就是去找他的女朋友了 哼我要走 我要去睡觉了 我想跟你说了 他就是去找他的女朋友了 你不要在这里 真不误了 他有没有找女朋友 他有没有找女朋友 都没事 我跟你说 想清楚点吧 我好像确定不挑 那本来就是 对不对阿伟哥 或者有女朋友了 干嘛找不找女朋友 都没事的呀 对不对 我只是担心 我就有点担心他 干嘛去了 对不对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来说刷一个姐妹 我们给阿子点赞 然后给阿子家一个粉丝团 我们就刮播了 刮播就 嗯 就电话就不打了吧 电话就 或者他有什么事的话 等一下我打电话过去呢 是不是打扰到他了 对不对 你们就去帮我给他说一下嘛 帮我去给他说一下 看他有没有在直播 还有看到有没有在干嘛 你们就或者私信呢 就给他帮我去给他说一下嘛 就可以了 帮我去给他说一下 他现在就 我有点担心嘛 对不对 我担心他会有什么事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没事 我们就 给他 我们就就刮播了 出来哥姐妹 拜拜 阿子就刮播了 嗯就 刚刚我妹妹是那说的 你们就不要详细他 什么这样那样的 这些是没有的事 你们就不要详细他 谢谢你们 谢谢 打电话是对的是吧 那我就听你们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手机打 我就刮播了 就给阿伟给他打电话 好不好 我们就给他 我就给他打电话刮播了 我就听你们的嘛 你们说打就打 不打就不打 来你们说我刮播了 要不要给阿伟给打电话 你们说 要的话就扣给一 不要的话就扣给二 来好不好 你们说打不打 我就听你们的 你们说打就打 你们说不打就不打 阿子就听你们的 你们说打就扣给一 打不打就扣给二 好不好 你们说打就打不打就不打 阿子就听你们的 因为你们也像阿伟哥 一样一直照顾我 支持我 关系我对不对 我已经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了 我不把 我不管你阿 你们有没有把阿子当成家人 但是我已经把我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把我 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了 你们说打就打 二就是二一就是一 你们说打就是打不打就是不打 然后来最后 最后还没有给阿子点点赞就给阿子点赞 还没有给阿子加入粉丝团的 我们就点击这个哥哥给阿子加入个粉丝团 我就刮播了 我就打电话了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叔叔阿姨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了那阿子就刮播了 拜拜 好的 我会给他打的 你们放心 我会给他打的 谢谢 谢谢你们的关系 阿子就刮播了啊 一定要打电话